新竹县首次将代表性的画家遗失县外 在台中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 水彩大师肖如松 百岁名诞纪念巡回展 一共是展出有123件的作品 那么县长杨文科是率领了县府团队南下 和台中市长卢秀苑一起来观展 感受肖大师的艺术精神 肖如松之所以成为新竹县的美的代表 是因为他一生当中都在表现新竹县 而这个表现新竹县呢 细细听着导览 解说新竹县水彩大师肖如松的经典光影画作 百岁名诞纪念巡回展 来到台中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 新竹县长杨文科和台中市长卢秀苑一同看展 感受肖大师的艺术精神 我们在那边展出我们是觉得余有光荣 而且我们肖如松如果地下有之的话 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安慰 过去没有这样展出 那我们在这边展出 那同时我们也在明年也要继续的来推动新竹art 就是新竹的艺术家的一个巡回展 我们也希望跟所有的美术馆来接洽来推动 新竹县首次将代表性画家以示县外展出 明年仍会与各地美术馆合作继续推动艺术家巡回展 至肖老师在台湾艺术史的重要地位 这次在台中展出123件作品 除了丰富层次清新超俗的画作外 还有肖老师的文物 木骨花 中塔雕塑 以及书法教学范本 各时期的经典画作难得慧脆一堂 首场巡回展将展出到4月16号 要将肖老师的艺术精神发扬光大 也让中部民众能就近欣赏 代表性的艺术家肖如松 他的百年名单展 把肖如松先生一生最棒的作品 在亚洲大学的现代美术馆里面来进行展出 让所有中部县市的民众可以就近来参观 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交流 那未来八个县市呢我们会互相更密集的 大家彼此的参访以及协助 那总而言之把柄做大 把各方面的资源共享 两县市艺文交流外 未来中台湾八县市将互相参访协助达到资源共享 杨县长特地赠送台中松吕备作品 卢市长则回赠七七工艺品 广邀民众到美术馆打卡 来场艺术连线朝圣肖如松大师 肖如松大 肖如松大